魏武寅下半年精彩綻放 从9月份开始将推出旗舰制作 周年庆3.0 高雄雄厉害 魏武寅马戏平台等 总共30档节目59场演出 其中旗舰制作被遗忘的玛丽雅 改编自阿根廷国宝级作曲家 皮亚佐拉的作品 由李海宁单纲导演与编舞 呈现超现实的独特风格 被遗忘的玛丽雅 是由魏武寅和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 共同制作的节目 我自己一向都很喜欢皮亚佐拉的音乐 那个音乐很丰富 它每一幕都有不同的气氛 我就在我的舞蹈里面 希望每一段都有制 营造一个与不同的感觉 其实我很兴奋的原因 是因为我很想去魏武寅演出 唐美云歌仔戏团2021 精彩重现光华之君 则是由国家文艺奖得主唐美云 饰演经典人物光源氏 与金句小天后黄雨林跨界标系 光华之君是改编自由日本红楼梦之称的 文学经典 源氏物语 作者指示部用优雅文笔创造了一个 绚丽非凡的文学世界 剧中细腻的展现出世间有情众生的爱恨情仇 想要看我如何诠释光华君这个角色 与国宝御师王晶英老师 小蜜老师 台湾金句小天后黄雨林 又有什么精彩细腻的对手戏吗 期待与大家在剧场相聚 高雄雄厉害则是由爵士音乐家徐从玉 带来大和精神给爱恨与密西西比河的爵士组曲 这次呢特别用高雄的爱恨作为我的音乐的发想 那结合了密西比河这个非常重要的河流 因为它在牛儿梁的这个爵士乐诞生地面 那这次呢会特别带来12个人的乐团 那这也是有比以往的比较小编制的感受 这次会比较大编制 希望带给大家有不同的层次 魏武营艺术总监简文斌表示 下半年魏武营将以浪漫骑士唐吉赫德的大无畏精神 重新打开大门 迎接观众重返剧场安心安全地一起回营 记者林习惠高雄报道